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Satoshi 我这个影片就是来吐槽一下 这个脚醒系统真的 太深的空了 这个经验值 简直是超级难拿到手 第二次是这个克硬石 他这个到手的条件我觉得是 天那么高 这个 这个战场的证明这个部分 每天最多可以拿到45颗的这个积分 然后他妈的一个这个克硬石的宝箱 要1000颗才可以换到手 我先来说一下 这个积分呢 他的条件是怎么样可以拿到手的 胜利可以拿到10颗积分 OQ就是全杀 要把这个五个五场的对决 都打赢可以额外拿到两颗积分 然后他还有这个难度 最多是有三颗星 那就是可以再拿三颗积分 所以每天你玩到他妈的最强 就只能拿到15颗积分 每一次 每天可以打三场 就是你打到爆炸 只能拿到45分 而且这个难度啊 三颗星嘛 第一颗星它是减少你的格斗家 他50%的攻击力 还有防御力 第二颗星 就是减少这个格斗家 他50%的HP 再来第三颗星就是 不能够使用帆滚 好大家可以看到我现在的画面 就是打他妈的三颗星的难度 去挑战每一场拿15分 就是要把他这个五个天杀的决将打爆 每一场都不能说 而且还要使用三颗星 通关才可以拿到15颗的积分 好大家可以看到 我都是使用一些纸框的出来 那这样会比较容易通关一点 但是可以看到 我就在这个党格的状态之下 都是扣很多的HP 好我现在已经打赢三场了 他会有一个选择出来 来问我要不要继续挑战剩下的两场 如果把这两场都打你 就可以每一场多拿一颗积分 最多可以拿到这个两颗的积分而已 可以看到 这个 我使用四框的去打这个格斗家 对方也是不痛不痒 一般都是连到 几十这个combo 有些时候到100combo以上 才可以把这个格斗家打死 而且对方就是轻轻的摸你一下 大概3分1的HP也没有 而且这个 敌方啊 就是这个AI的 这个难度也是特别高 他的智能啊算是 超级强 而且还会使用这个 就是打手 所以我建议大家都 选一些比较强的打手 去打这个 战场的阵营 我是 优先选择一些可以有这个 晕眩的 效果或者是实化 这些控制的打手 另外就是 呃有这个提供超级护甲 或者是回复HP的 这样会比较 呃帮到这个 副本 好可以看到 我辛辛苦苦 把这个三颗星的难度打完 这个五场的战斗都赢下来 才可以拿到这个 15个积分 每打赢一场 他就会 换五个新的 格斗家出来 我是建议大家 因为他是有这个也是熟悉嘛 我是建议每一个每一场的战斗啊 都选择 克制对方的 属性出来打 会比较 呃 优势一点 一场是 用雷雪打 这个亚连纳 雷雪还算是蛮好用 因为他的技能 确实是很快 有这个两个 晕眩的 控制效果 还有这个三技能的 超级护甲 他 这个对方交出 这个主持维帝以后 可以使用这个 无限连的 武功 另外我也 找醒了他 所以也可以使用这个 这个 这个 找醒的技能 是 是好看 不中用 这是个垃圾技能 好 第二场是 对上这个 中敌路卡尔的 他的 半命技能 一招就可以 马上把这个 空间 减秒掉了 还好 我有这个 二技能的 极限护甲 我使用这个 阿尔底夏特 他的 打手效果 可以把这个 对方 暈两秒钟 也是一个 很好用的 打手 在进攻或者是 防守的时候 也是 十分的优秀 第三场是 姬姬对上这个 白鲁 是看到 打一套 对方 还算是 比较容易打 这个 因为他是金框的 其实他的 攻击力也算是很强 另外配这个 韦琳 这个 他有 这个 两秒钟 这个 暈眩的时间 好 这个 一个雷斯 对上这个 大帝奇加射 这张是 也算是蛮硬的 尽量把这个 技能 分开来使用 因为 你一次把这个 技能用光 这个 对方也不是 也不是 打到很痛 另外这个 技能 就是 对方可能 摸你一下 拜拜 所以我建议 这个技能 是分开来接 让这个 其他的技能 可以慢慢冷却 好 这个 子宽里面 这个 罗莉琳 应该算是 最强的 一个 他 可以把这个 技能分开来用 然后可以 打到这个 技能楼挣时间 另外他的 大刀 这个 技能速度 好 终于把这个 天杀的 赞成的 正名 打完了 可以看到 武藏都赢下来 才拿到这个 15分 一个 宝箱 就用 1000分去换 甚至他妈的 天杀的 垃圾系统 好 突召完 现在心情好了很多 那我今天的分享 就到这里 如果大家有 任何的意见 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 告诉我 好 下一集再见 拜拜